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公园2024假日灯光庆典即将开启 快来一起欢庆节日季 今年 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带动超5亿美元收益 Spirit Airlines财务危机引发关注 波士顿非盈利组织推节能LUNA灯 降电费又保护鸟类 林肯公园2025 From Zero 世界巡演将登波士顿 粉丝翘首以待 波士顿公园2024假日灯光庆典即将开启 快来一起欢庆节日季 波士顿市公园管理部门公布了2024年度假日灯光活动日程 邀请市民共庆节日的到来 请注意 由于施工原因 今年的Coplay广场将不举行点灯仪式 Christopher Columbus公园拱狼点灯 11月25日星期一 下午5点至下午6点 Christopher Columbus公园将用5万盏蓝灯装点260英尺的拱狼 同时点亮园内14棵装饰树 Nova Scotia 圣诞树抵达波士顿公园 11月26日星期二 上午11点 今年的波士顿官方圣诞树 来自Nova Scotia的45英尺高的白云山树 将在圣诞老人陪伴下隆重抵达波士顿公园 Martins公园的船只点灯仪式 11月30日星期六 下午4点至下午6点 在纪念Martin W. Richard的Martins公园 举行的第四届年度船只点灯 将为家庭和游客带来节日亮点 波士顿公园圣试诞树点灯 12月5日星期四 下午6点至晚8点 传统的波士顿圣诞树点灯 将于当晚7点55分点亮 联邦大道和Charles Gate公园树木点灯 12月5日星期四 晚8点15分 圣诞树点灯后 联邦大道和Charles Gate公园的树木将被点亮 与绿色灯光庆祝节日 今年 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带动超5亿美元收益 今年 波士顿马拉松不仅吸引了3万名跑者 更为麻州和波士顿市带来了高达5.09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这项研究于昨日发布 详细分析了赛事期间的各项经济活动 波士顿田径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Jack Flemming表示 波士顿马拉松已成为商家和当地居民期待的春季盛事 带动了商业活动 增加了社区自豪感 本年度的研究首次涵盖了观众的消费贡献 数据显示 观众消费约为2.08亿美元 跑者消费达4200万美元 涉及酒店 餐饮 购物等多方面 Spirit Airlines财务危机引发关注 服务于波士顿洛根机场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面临破产风险 原因是疫情后债务高起 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 自2020年以来 Spirit已损失于25亿美元 尽管2024年上半年 Spirit的乘客量同比增长了2% 但每英里的平均票价却下降了10% 这一票价下降导致其每英里的收入减少近20% 进一步加剧了公司财务困境 目前Spirit从洛根机场出发的航线 覆盖巴尔地摩、Fort Lauderdale和Martal海滩等17个目的地 波士顿非盈利组织推节能LUNA灯 降电费又保护鸟类 波士顿一家非盈利组织不仅关注降低电费 还着手于保护鸟类 波士顿的设计照明联盟于2021年启动了夜间应用光使用计划 LUNA 致力于减少光污染并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成本 LUNA产品线采用代照设计和较暖的光源 较传统LED的蓝光光源更节能 对大气折射少 相比于颜色温度高达7000K的体育场蓝白光 LUNA灯的最高色温仅为3000K 提供更温和的黄光照明 覆盖范围虽略小但更环保 这一创新照明方案不仅帮助居民节省电费 还为夜间飞行的鸟类提供更友好的环境 林肯公园2025From Zero世界巡演将登波士顿 粉丝翘首以待 著名乐队林肯公园Nincon Park 宣布了2025年From Zero World Tour世界巡演日期 并将于8月1日星期五 在波士顿TD花园举办演出 这将是月迷期待已久的回归之日 去年9月 在主唱Chester Bennington去世七年后 林肯公园宣布由Emily Armstrong加入 成为与乐队老成员Mike Shenando 共同担任主唱的新人 同时乐队发布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支单曲 The Emptiness Machine 作为新专辑From Zero的一部分 林肯公园的第八章录音室专辑From Zero 将于今日正式发行 部分单曲已提前释出 为新专辑和巡演造势 巡演门票预售将于11月21日中午开启 粉丝们敬请期待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人才选拔项目的报名条件如下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三年高中成绩单 语言要求满足 雅斯5.5托福64多灵国95ITAP4.0中的任意一项 在中国公立学校参加高考 资产证明30万人民币护照申请表及面试 人才选拔项目每年有两次申请时间 三到六月中招收秋季入学学生 9到12月中招收春季入学学生 两个月完成全部申请 面试和录取流程 快速入学 报名与咨询 欢迎留言或扫描小助手二维码 成功升学 祝您升学成功